好 我们继续看 他底下这两段 基本上就是说 烦于众生 不如时之 五蕴的极灭未换离 所以因为不如时之 其实不如时之就是无名了 所以起贪爱 会热灼于五蕴 五蕴就是色受想行事 就热灼于我的感受 这个受来自于六根对六成 眼界所生受 耳界所生受 想 眼界所生想 耳界所生想 来自于意界所生想 思 眼界所生思 耳界所生生 来自于意界所生思 所以就会产生爱 眼界所生爱 耳界所生爱 这个应该主要在后面 路处法门 这个佛法有时候叫六六法门 基本上讲详细就是这样 简单讲就是色受想行事 这个色受想行事由于根尘世 合合而生 而生的 这个受里面就有细分 是因为眼界执着这个色尘 耳界执着这个生尘 这个都是在一般的色里面 但是就是仔细分受想行 有这样的感受 有这样的想法 有这样的印象 有这样的决定 那么开始认为就是这样了 那么就开始会照应 这个叫做热酌 所以如果我们从 从源起来看也是这样 由无名为根本 由贪爱为主因 那么就产生 那么这些种种的 种种的这一些想法感受 那么决定 那么就照做业 照做业 那么就会累积未来的生死 所以你看 那么不如实之故 乐着一色 乐着事故 附身未来诸事 我们把这一段看完 然后再回头过来找关键点 当生未来色受想行之故 余色不解脱 因为你生未来的色受想行 这是无印生 就是你会因为这样累积 无名里面的那个有 那个叫做有 如果你把它跟源起对起来看 你就会知道 无名原形 行因事 明色 留处处处 爱取有 这个就是未来的潜在 我们现在这个无印生 是已经存在的 就是现实的存在 但是未来的无印生 什么时候会在 就是在你不断的累积中 如果你没有断 断尽一切烦恼 那一定会有 那么要正阿罗汉才不受后有 没有正阿罗汉以前 出国二国三国都会有 有后有 三国只有一次吗 后有在社界吗 所以它会变成什么样 不一定 就是我们现在未来到底要投胎到哪一道 生到哪一天 是什么状态 是什么形状 是什么能力 现在还不决定 现在还不决定 那什么时候决定 等你要死之前 要死之前 有些就决定了 那么有一些是要死之前很久就决定 比如说提伯达多 七天以前 佛陀就受祭 它一定会多有灯印 不管这七天 它怎么努力 都不可能免除地狱的果报 那个已经一手果报了 那个已经是决定了 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些很早以前就决定了 但是大部分都要等到 等到灵命中才真正决定 但有一些业比较重的 灵命中前就已经决定了 那一般不会 一般就是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 那就决定了 那么有可能有做特别大的变化 那就可能不决定 所以有一些业还没那么决定 比如说像我们一般比较特殊极端的例子 就是说这个人可能要剁地狱了 比如说观无量受精的例子 这个营造 一定要剁地狱了 地狱的像都现了 灵命中念佛 为什么可以不剁地狱 那么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如果这样来讲的话 就是说 其实他那个也还没决定 他那个业也还没决定 那佛陀受记提伯达多 这七天都一定剁地狱 那么提伯达多有没有可能 在听到佛陀说他七天会剁地狱之后 他开始努力忏悔 那么可以改变不剁地狱的果报 有没有可能 那么照理讲 业还没有受报之前 都是不定业 但是佛陀已经 因为你看佛陀有讲 这个阿安经里面好像也有 佛陀有讲 为什么他会受记 在七天前就受记 因为七天还有很长的时间 其实还有足够的时间 也不一定说足够了 因为这个种的业他不容易 但是佛陀观察他不可能了 为什么 他说因为提伯达多已经生起邪见了 如果你还知忏悔 那个就还有救 你还知忏悔那个还有救 问题是佛陀观察提伯达多 他都没有忏悔先 而且他都已经生邪见了 在佛教出家那么久 他是佛陀出家之后不久就出家到第六年出家吧 第六年就出家了 他顶多大佛陀几岁吧 因为他是算 应该是跟佛陀差不多 到底佛陀比较大还是他比较大 那这个经典也没有讲 但是因为他们是 佛陀是静患王的 提伯达多有些是说甘露患王 有些是说胡患王的 也不晓得是谁的 但是就是说 阿难跟提伯达多两兄弟 是他属属的 佛陀的属属的 因为静患王是最大的 佛陀观察提伯达多已经断散根 断散根就是 他已经没有善恋而且没有证见了 所以他后来去 佛陀后来去找 提伯达多听到佛陀跟他受祭之后 他去找六四外道里面其中一个 他就跟他讲 你不要信他的 那个佛陀根本就没有业报 根本就没有因果 提伯达多听了 心里面就说 没有业报他就不用剁地义了 没有因果他就不用剁地义了 他因为恶人 所以说恶人 虔诚地相信 没有因果的存在 没有地义的存在 就对他们的好处 造恶的人 非常地虔诚相信 没有业报的存在 那么提伯达多后来也就是不相信 等到第七天 那个业报现前非常受苦了 这个阿难知道 就一直一直去 去跟佛请求 希望能够在最后 能够 就算要多地义也不要那么苦 后来佛陀也去了 那么提伯达多还是下地义 但是下了地义之后 他可能就是不用受那么大的苦 他灵命中前还是忏悔 还是忏悔 不用 还是要堕地义 但是就是可能行 没有那么长 那么这个也后来 观武量寿经 讲那个五逆十二的人 已经要堕地义了 他灵命中前忏悔 难道具足 还是要念佛 可是想都想不到 没有办法心意念佛 这个时候他只要大声喊出来 就表示他有那个决定要改变 他能够大声喊出来 南无阿弥陀佛 这样也能灭罪 这个是给那些造业的人 最后的希望 其实这样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来说的话 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的业都是不定业 但是一般的人 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可以改变 可以改变这种业 所以如果佛陀受计 说这样就一定是这样 一般我们人看他造恶业 就好像我们讲 前面那个央觉摩罗 央觉摩罗杀了那么多人 他是杀人 而且不是杀一个两个 经典说他杀999个 我觉得太多了 我给他减十分之一 九十九个 九十九个我觉得就已经很夸张了 还杀到999个 太多了 杀到眼红还要杀他妈妈 但是他后来是起连理 看到佛陀 他就不杀他妈妈了 杀佛陀 但是这个也是造业 但是佛陀哪里杀人杀得了 但是因为他过去的善根 所以他一定唱歌 你看他后来也震阿罗汉 杀那么多人都可以震阿罗汉 莲花色比丘女 诱惑那么多人 有一次还特别诱惑 你说你修犯恨 他特别诱惑那个修犯恨的 破人家犯恨 他也震阿罗汉 那你说 他报复心很强 他报复心 他专门要报复男人 报复心很强 但是 这种是比较 我们说比较极端的例子 那个是因为他过去 累积了很多善根 那你说 官无量寿金这种 造那么多业 他必定要累过去 累积非常多的善根 因为他不能够违反业报言者 所以哪一个业重 哪一个业先去 那么 他那个时候的善业 其实是很重的 但是忽然间造了很大的恶业 超过他的善业 所以在灵命中 他看着就要多恶道 但是在最后关头 他又什么 他又猛力的 加强了这边的善业 那善业又超过了恶业 必须要这样 这样才不能违反业报言者 那么即使是佛陀 也没有能力改变业报 你要知道是这个原理 所以 透过这样的心 让那一些人 我们说 我们哪里知道 谁过去造了什么善业 也许他就有 所以他 不管如何 他过去 他在灵命中之前 不管他一生造多少恶业 他灵命中之前 努力造善业 就算没有能够改变最后的结果 那么也能够 就算他多了地域 也会减轻 就算他多了三二道 受的苦也会比较少 那未来的善因缘 也会比较多 是不是 所以后来 像观五样寿经这一种 其实是给那一些 造恶业的人 最后还有希望 因为佛法就是给人家希望的 而且肯定是有希望的 就算你不能改变结果 至少未来 会有那种善因善缘 善心吗 善业吗 至少就算是一刹那的善业 他都是善业 何况那一刹那的善业 是很重的善业 要很决定心 所以你看 你想都想不来了 你还是勉强 那摩阿密陀佛这样念 那表示说 他要归于三宝的心 就是 那这样的心 其实还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后来 就会让人家产生误会 觉得说 在忤逆时候没关系 就算要下第一的 我灵命中记得念佛 我就不会多第一了 我告诉你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一生没有造 很大的善业 那么你说 你单单靠灵命中这一念 就可以推翻 我告诉你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要很知道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两段 你看 第一个就是 凡与不如时之 五蕴的 极灭未患灵 其实说 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烦恼到底是怎么造作的 痛苦到底是怎么来的 一次又一次的痛苦 到底是怎么样 他就跟你讲 因为你不如时之 这整个道理你没有弄清楚 不如时之故 不如时之就是无名了 那不知道苦极灭道 苦因是什么 极就是烦恼积极 业积极 苦因是什么 那 倒不知道怎么样离 离这个苦 那么所以就会产生什么 热卓于事 那这个热卓于事 基本上就是热卓于射受想行事 热卓于这个五蕴 附生未来五蕴 诸世就是未来的五蕴 那么所以当生未来射受想行事故 因为你有未来的潜在 爱取有 这个有就是当生未来射受想行事 十二元起里面的有 那这个热卓于射受想行事 基本上就是十二元起里面的爱取 爱取 那么所以爱取有 爱取有后面就有什么 不能解脱生老病死 幽悲劳苦 所以爱取有后面就有什么 生老病死 幽悲劳苦 就这样 其实你从原起的角度来看 好 有多闻圣地址 于次问凡夫 相对的就是多闻圣地址 那这里是写凡与众生 其实都一样 那么如实之 色 色己色灭色万色灵 如实之故 因为他如实之 就不会产生贪爱 那么我们说第一个 不乐走于玉滩 玉滩就是从五蕴感官而来的 眼界所生 耳界所生 鼻界所生 舌界所生 那么这个生界所生 乃至于异界所生 六根圆六成 那么 产生的 色 就是受想行 爱 那么就变成是这样 不乐走于色 不乐走顾不生未来色 就因为你已经不乐走了 那么不乐走于色色想行 是基本上就是 你不止取这个五蕴生 那不止取五蕴生 当然就是 你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不止取这个五蕴生 不止取五蕴生什么 为词 不止取五蕴生为词 就是不止取五蕴生为我 就是没有我见 没有我爱 很简单 没有我见就没有我爱 所以如实之色受想行 是 极灭未患理 如实之故 不乐走于事 所以 你如实之 你就不乐 所以 你没有无名 你就没有贪爱 那么 你有无名 一定有贪爱 那么 你不乐走顾 就不生未来之事 没有贪爱 就没有后友 没有后友 就不受后友 所以不乐走于色受想行故 于色 那么你不受后友 你当然就没有生死 没有生死就得解脱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不乐走于色受想行故 于色得解脱 于色得解脱故 于受想行事得解脱 我说彼等 解脱生老病时 幽悲难苦 好 那如果从这两段来看 我们看 比如说 不如实之里面 我们从到 从不如实之 故 乐走于事 乐走于事故 附生未来之后 当生未来 色受想行事故 于色不解 于色不解脱 受想行事不解脱 我说彼不解脱 生老病时 幽悲难苦 好 这是一段 这是凡于众生 到这里是一段 多文圣地址到得解脱 是一段 那你看 中间的 这两段的比较来看 那么最主要的 比如说 一个有解脱 最后面来看 一个有解脱 一个没解脱 那么有解脱 就不受生死 没解脱 就要受生死 那么有生死 是因为什么 因为有爱 我们来看 我们第一个看 有苦 是因为有生死 幽悲难苦 是因为有生死 那么有生死 我们就叫不解脱 生老病死 幽悲难苦 那幽悲难苦 我们也可以 把它看作是 幽悲难 我们可以看它 看作愿正会 爱别离 求不得 那么求不得 也可以看作是幽 或是说 愿正会 爱别离 爱别离 可以看作是悲 那么 愿正会 看作愿 或是说求不得 愿正会 类似像这样 那当然 你也可以是 幽悲 恼 苦 幽苦 悲苦 恼苦 难传的是 把幽悲 恼苦 当成四种 好 那这个是 不解脱 生老病死 幽悲恼苦 是 是因为什么 因为 这个 他说 前面就是 就是当生未来的五运 就是你有 你有这个后有 就是你下一生 下一生的 这个生命的 这个形态 你这一生已经在累积了 已经在累积了 所以这个是 爱取有的有 那 这个当生未来 诸事 设想形式 前面是什么 热灼 热灼 就是爱热 就是爱取 那热灼的前面是什么 不如实之 就是无明 那不如实之什么 不如实之 这些涉受想形式的 极灭未幻灵 就是不了解 四明色六处 处受 这怎么一回事 这其实就是五运 就是根成事 那么身心面对这个境界 它怎么变化 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怎么样让它不变化 这个就是不如实之 极灭未幻灵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重点 一张 为什么经典里面常常在讲 无明跟贪爱 无明跟贪爱 其实就是这样 那贪爱到底从哪里生 贪爱其实就是从境界生 那为什么遇到境界 就会起贪爱呢 因为无明 所以根本上 我们修行有 就是因为这样修行 有从两个地方 一个是从无明下手 一个是从贪爱下手 那贪爱又有 一个是从 我爱直接下手 一个是从我所爱直接下手 我所爱就是我所拥有的东西 越少越好 越简单越好 类似像这样 就是我不要拥有太多 我不要想太多 我只需要我需要的 基本的 所以你看 佛陀用身团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尽量让你减少那个我所爱 然后慢慢再透过观念 让你减少那个我爱 透过禅定 透过光呼吸 慢慢让你扶住 调伏 那大圣就 比较重 直接从我剑下手 就直接关 那么 波勒经 就直接从 比较偏重在从我剑下手 但是它也有方便 比如叫你布施 六度波罗蜜 以利他为主 利他就比较 比较少会想到自己 以自己为主 那么 这个是不同的方式 那么如果是升文的话 像佛陀时代那些比丘 就减少 尽量让你的我所爱 就是你所拥有的 越少 你的贪就越少 你所贪爱的就越少 你所拥有的越多 你的词曲就越多 那么 这些我所都是 依着我而建立的 其实是这样 那么 如果要直接从我下手 就是观这个身不尽 观这个身是 三十二身分 其实它不是那么可爱 那 像是 前面讲的 就是观色如巨墨 瘦如水豹 响如扬愿 行如芭蕉 四如光花 也是直接从这个身下手 那么 观这个身 然后 去除我见 其实这样 好 那这个是佛法教我们的方法 那另外 另外一边 得解脱的 也是这样 能够解脱 生死 解脱就是解脱生死 就是解脱生死 带来的苦 那么是因为 它不乐着 没有后有 没有 没有 不生未来诸事 射受想行事 那不生未来诸事 是因为不乐着 不乐着是因为 如实之 能够 未患离 知其过患 而能远离 其实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得解脱 好 那么再看五十一经 五十一经 它说 它是佛陀在 河边 那么跟比丘说法 那么阿兰经里面 也有一些佛陀在河边说的 在河河边 那这个不一定是河河 这个是用河水做批语而已 不一定是在河边说的 这个是用河水做批语 好 他说 有这么一天 佛在祈远经社 他不是在河边 他在祈远经社讲的 用河水做批语 他说 世尊跟这些比丘说 就好像一条河水 从山里面 山溅就是山沟 因为河水就是水往低处流 那山 那个河水冲下来就有一条山沟 水道 这个叫山溅 比水生死 生死就是他 就是水势很快 那么从很远的地方一直跑过来 那么骑流积住 积住就是他速度很快 他说比水生死骑流积住 意思是说 他水很大 很深是很大的意思 水很满 那么跑过来 那么跑得很快 这个叫做 比水生死骑流积住 那么多所飘沫 就是大水用冲的方式 就是大水冲过来 简单讲就这样 那么他所到的地方都什么样 都飘沫就是淹的水 因为水很大 所以流过的地方 所以流过的地方 平的都被他淹了 被他淹满了 七河两岸 那么从山里面跑出来 那跑到河里面 河旁边都有河岸 那么河岸的水都被漫过来 都被淹过来 那河岸本来有很多草木 生杂草木 那么水淹过来的时候 就把这一些大水所淹 淹就是把那些草淹过去了 顺米水边 那么因为把水淹过去了 他指的 草淹过水也还不会死 所以他就顺着什么 顺着这个水 那么浮上来 淹过之后 然后水稍微没那么挤的时候 那个草就会浮上来 顺米水边 就顺着水而浮上来 众人色度 那么有一些人要 拔涉过这个河 那拔过这个河 多为水所漂 因为水太大了 所以被水也 我们看 这个景象其实也可以看得到 那忽然之间 山里面下大雨 那个水流过来 就一下子 大概没有几分钟 这水就满了 所以很多就被水所漂 水流没逆 就 我们说淹水了 淹在水里面 然后载浮载沉 欲浪尽暗 那么那个水 那个河可能很大 所以它会有 会有那个浪 会把你拍打 拍打到靠近旁边 那么因为旁边本来是河岸 但是水太大了 就变成河底了 那还有 还有些草 那么 它就 它就去 因为它淹淹到那边 它因为被淹 所以它要 因为水还一直在流 所以它就抓住这个草 锁圆草木 那因为那个只是草而已 如果抓住树 它还可以顶一下子 不过水太大 连树也会倒 那么它就抓那个草 结果因为水流很急 它说比水生死 其流其住 从山里面就很急 到下来还是会聚 所以它 草 抓到草 草就断 因为水很急 那个草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硬 所以草就断了 海水水飘 那用这个例子 来形容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 它说 凡雨众生 这里都用凡雨众生 前面一点都是用 鱼翅无问凡夫 好 它说不如十之 一样 跟前面 五十一经 跟五十经是一样 不过五十 它的比喻不一样 那如十之 射 射己 射灭 射万射理 不如十之 我们早上讲 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那么你所知道的方法 你所知 你所有的观念 都是不正确的 那么你一直 以这个为修行 怎么修 怎么不行 所以 这个也是在讲这个道理 不如十之故 勒着于射 颜射是我 比射 随断 意思是说 这个 单单看这个 我们不容易看出来 颜射是我 比射随断 那你说 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说 因为你执着这个射 那么这个射 变异的时候 就是 它一定会改变 它改变的时候 你就会受影响 你依靠 你依靠这个射 比如说 你依靠钱 没有钱的时候 那你就倒了 靠山山倒 靠树树倒 靠人人倒 那么 它一定会倒 就是它会变 它没有那么完全可靠 暂时可靠 但是 它有一天会变得不可靠 那你靠这个身体 靠你的财力 靠你的关系 靠你的名声 靠你的钱 靠你的亲戚 不管你靠什么 那么 它一定都不那么可靠 那大部分的人都说 我什么都不靠 我靠自己 我告诉你 你自己也不可靠 你什么时候生病了 我告诉你 你自己可靠吗 你生病了 你自己就可以医吗 没有 你要去靠医生嘛 对不对 你要 你要盖房子 你自己能盖吗 你要靠建筑师 要靠工人 你要靠木工 那么 你儿子 你自己就能教吗 不要 你要靠老师 所以 我们这个世间 基本上 我们一直在 就是 但是我们靠了这么多里面 不完全都可靠 那么 所以 它也有可能 错误 有可能 它可以给你靠 但是 再怎么 你的父母算是 一辈子给你靠的 他走了 你也没得靠 类似像这样 就是 安定的做你的靠山的 山有一天也会倒 那么 所以 世间没有一个可靠的 所以我们才要靠什么 靠什么 靠三宝嘛 归一三宝 其实就是 我们要医治三宝 它是不变的 真实的 可以为我们所依靠的 依靠不是我们靠它 我们就好了 不是 我们医治它 依靠它 与它而得 增长我们的功德 让我们可以成长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 佛 这是真实不变的 它是真理的觉悟者 它绝不会偏差 绝不会说今天是佛 明天就不是了 今天讲的是真理 明天讲的就不是了 不会这样 可是 一般的会这样 法 是这样就是这样 它绝对不会说 2500年前可靠 2500年后就不可靠 2500年后一知能得解脱 2500年后一知不能得解脱 那个就是不可靠了 就是它没有那么可靠 在这个时候 在之前可以 在现在就不行 那个就是不可靠 那个就是不真实 以前能靠 现在不能靠 不会 法 佛 跟神 贤圣生 基本上 都是可靠的 就是说 它说的 它做的 它教的 它所呈现的 基本上 都是真实可靠的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世间的 神啊 人啊 一切的 财富啦 名位啦 富贵啦 地位啦 什么 这一些都不完全可靠 其实是这样 所以唯有三宝 那么就是佛 佛说的法 其佛地址 佛的圣地址 这里讲的 佛文圣地址 所说的法 那么这一些 他所教导的 他所彰显的 那么是真实可靠的 为我们修行的模范 修行的根本 那么这一些才是我们所要依止的 所以我们说自依止 法依止 其实就是我们要自己 要向佛学习 要这样的学习 依法修行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说 乐着于色 颜色是我 比色随段 那么就是 你所执着的色 身体 这个色是身体 或是这些外在的 我所拥有的这些 那么它万一产生变化 随段 它很快就变得 不那么可靠了 就是说 你执着于这个 那么它很快就变了 变得不是你原来想的那样子 所谓比色随段 讲的是这个 所以你执着的色 它会断就是断坏 变异断坏 它很快就变异断坏 那么如是不如时之 就一样 其实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它一样就是你不如时之 那么执着有执着 那么你所执着的东西产生变化 那么色受想行事 受想行事 也是一样 寂灭未患 你不如时之 就会热灼 爱乐 那么你爱乐这个色受想行事 你就会言事是我 那么事负随段 你认为色是我 受是我 想是我 行是我 事是我 那么它产生变化 很快就产生变化 变化的时候 那么你就产生苦恼了 你就会受影响 那么最长最后就是 我的感受 你有没有注重我的感受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需求 你有没有知道我的想法 你都不尊重我个人的意愿 反正就是像这样 那么这一些我们非常的执着 那若多文胜弟子 我们大部分的苦 也就是从这些执着来的 那么若多文胜弟子 就是有智慧的佛弟子 常常听闻 常常听闻佛法而有智慧的 会如理思维的佛弟子 如时之 这个色色己色灭色万色灵 就是对于这整个世间的变化 生命的变化 我们说这个世间有三种世间 五蕴世间 国土世间 跟友情世间 那么友情世间 国土世间是 友情世间所依的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就说世界的情势不断在变化 友情世间 这个亲戚朋友 左右邻居不断在变化 就是谁跟我好 谁跟我不好 谁相信我 谁不相信我 谁又怎么样 天天都有连戏剧可看 就是旁边 你不用去看电视 你看左右邻居就有了 真的 天天都有不同的连戏剧 那么这个 甚至自己本身也有 而且都是八点档那一种的 非常精彩那一种的 因为我常常在听 有些剧情真的是很夸张离奇 而且戏剧的张力又很强 真的 这真的如果写剧本的话可以写好几本 那么但是众生气就是这样 你不断在变化 不断在变化 那有时候你会想 怎么会这样 你都想不到会这样 但是他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的无印身心也是这样 无印身心 那么有情世间 有无印世间 有情世间 我以我为主 我周遭的人 我自己的身心不断在变化 我周遭的人 世 物 也不断在变化 这个就是无印世间 有情世间跟国土世间 周遭的世跟物就是国土世间 周遭的人就是有情世间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世间里面 那么我们自己本身也不断在变化 那么大家都一样 众生就是这样 甚至是一只虫 一只蚂蚁 一只蜘蛛 一只老鼠 也一样 然后来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都是这样 所以他是不断的不断的 那么在变化 那多文圣弟子知道 这一切世间都在变化 都在变化 佛法叫做什么 无常 一直在变化 没有停过的变化 叉那叉那这变化 佛法就把它叫做无常 那因为无常 所以就是什么 无常底下有连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苦 一个就是无我 无常故苦 无常故无我 你从无常观察到 因为你执着 所以无常就苦 你不执着 无常归他无常不苦 但是你有智慧 无常就无我 当你没有智慧 因为无常 你就怎么样 你就越爱惜我 年轻很快就过了 所以要趁年轻好好玩一玩 这个就是因为无常 对不对 一人只有一次年轻 所以趁年轻不玩 什么时候要玩 所以这个也因为知道无常 所以他特别执着 这个就是这样 因为无常所以有我 但是有智慧的人 因为无常所以无我 那么执着的人 因为无常所以苦 不执着的人 无常也不苦 其实是这样 所以这种就是说 一个现象 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 没智慧的人 有直取的人 没直取的人 其实基本上也是无名跟贪爱的问题 还是无名跟贪爱的问题 那么它是不一样的 可是无常是一种现象 它没有好没有不好 没有好 它是一种现象 花开花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是啊 如果这朵花是梨花 那么花谢了之后才开始长水果 对不对 才开始结梨子 你花不谢怎么结梨子 那么他看到花谢了 这个农夫在想要结果 要结果 他会觉得好 如果对一个赏花的人 花谢了 他觉得就不好 对不对 所以这种 这种就是说 到底好不好 看你执不执着 看你执着什么 那么对一个圣地子来讲 花开花谢 结果不结果 对他来说 他都是如是如是 他也没有好 也没有不好 就是也 因为他不执着 好跟不好都是一种执着 好跟不好都是一种执着 好 我们再来底下看 所以这个五十一经 他也是在讲这个 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死的洪流里面 他用这个水来做比喻 那个生死的洪流 有时候用大海 有时候用河水来比喻 在这个生死洪流里面 我们要抓什么 你抓的就是什么 射受想形式 那么你要紧紧的抓住 结果他 你抓了就断 抓了就断 你没有办法凭借你的五蕴生命 你一定要先了解 要有智慧 依智慧 那么才能够得解脱 智慧是什么 如是知 就是你要了解 这整个生命现象的缘起 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 他有他的根本 缘有在 好 那么 这个是 这个经不长 大概就是用这个河水 那我们在生死洪流里面 那么我们所要 真的要直取的 并不是我们的五蕴 而是我们要认真 去了解 这整个道理 断这个无名 断这个五蕴生 五蕴的贪爱 好 来看五十二经 那这一本经里面说到 这个 非奴相应的当宿舍里 好 我们来看 这个前面二十三经也有 我们先看这本经 说 有一天 佛在祈元经社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非奴所应法 当尽舍离 舍彼法 以 长夜 安乐 比丘 何等法 非奴所应 当宿舍离 不是 你应该 要直取的 那么 不是 你应该 要拥有的 那么 你应该 尽快地舍离 如是 受受想行事 非奴所应 当尽舍离 断笔法 尽快地舍夜 安乐 意思说 我们一般 之所以 不能解脱 一直受苦 就是 我们一直 直取 我们的 射受想行事 所以 这个并不是 你应该要直取的 那么 你所真正 要直取的 就是 你应该要拥有的 要去拥有的 那不是 你的 这个身体 因为身体很快 就死掉了 烂掉了 所以 你要直取的 要爱惜的 要珍惜的 是那个法 不是这个 那么 这个在 二十五 二十三经 二十三经 第几页 我们看一下 之前也有 二十三经 八十二页 八十二页 是吗 好 也一样有 你看 八十 八十二页 二十三经 那么 他说到 大概在 倒数 一样 他说 在中间那里 他说 地听 地听 他说 中间那边 地听 地听 天善师念之 堂卫奴说 比丘 非奴所应之法 移速断除 这里说是断除 那这边是说舍离 那是一样的 断除跟舍离是一样 那什么样的法 应该急速断除呢 他说 移速断除 色受想行事 因为色受想行事 非我所应之法 那么断除以 亦劳亦亦亦亦安乐 好 再翻回来 那么 其实 那这本经讲的 就是 就是这样而已 那这一段在前面二十三经有讲 可是 他后面又有 又有连着 讲这个五场的 好 我们这样等一下看 他说 譬如 举了这个批 祈缘 这是金色里面 祈缘金色 那么有很多树 祈缘金色的树是祈陀 贡献的 那地是 是这个虚大多长者买的 所以叫做祈树 挤孤独猿 所以祈缘 祈陀的树 因为树他没有卖 就送了 那祈缘 临终的树木 有人 责罚之条 担持而去 那么可见 也有人 在专门照顾这些树 那个树都是要整修的 有些捡枝干嘛 它才会漂亮 所以 祈缘金色的树 也是有人在整理 那他就举这个现象来说 你看有些人 把那个枯枝 残枝 还是多余的枝 弄掉弄掉 弄完了之后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轻走 一定要轻走 所以就拿走了 奴等义不忧期 有人来祈缘金色 把这些枯枝 或是把掉下来的 或是在树上的 要去掉的 那么弄掉 那么拿走了 那你为什么不烦恼 你为什么不烦恼 这个树又不是你的 那又没有损害到你的权利 其实就是这样 那如果 像我们 基本上就是这样 如果 我们会有那一种 举个例来讲 如果有一个人 到你家去拔草 你会不会在意 会 会 为什么 虽然我不是在意那个草 我在意你不尊重我 没有先跟我讲 你要 他来的一般是拔药草 他不会拔杂草 可是这些其实你也不要 他觉得这个草 他要他拔走 可是他没有告诉你 如果他告诉你 你很愿意给他 但是他不告诉你 你是会很在意的 其实真的是这样 那么 就是说 就算你不要的 就算你不要的 你要拿走 也要跟我讲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一种 我们的感受不好 其实这个还是一种 就是说 那是因为我所有的 可是你要知道 七眼镜色 不是哪一个比丘有的 那跟我们现在的 试验的结构不一样 那么 佛陀时代 试验不是谁的 而且比丘不一定 常住在那个试验 没有 他有时候到哪里 有时候到哪里 有时候到哪里 所以他是赞助在这个试验的 那么何况那一些事 人家来整理 或怎么样拿走 所以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 不会在意 那主要是因为 第一个 那个也没什么价值 那本来就会坏掉 第二个就是 那也不是我的 那也不是我的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之所以在意跟不在意 我们执着跟不执着 跟什么有关 跟是不是我的有关 所以我见我爱 我爱就是 这个是我喜欢的 有价值的 那么 我就会比较在意 我越爱就越在意 对不对 我如果不太爱 那么就小小在意而已 那么 那么 主要是我见 如果是 如果是 你去拿了别人家 很珍贵的东西 你会不会在意 那不是我的 我只是觉得 那个人怎么那么可怜 就是这样而已 我也不会很在意 很挂爱 不会 所以很明显的 我见跟我爱 以我为主 是我的 而且 是我喜爱的 那么 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 非常在意 产生痛苦 那个就是 我见我爱 好 我们等一下看 所以他就举例 为什么 你看佛陀也很会批语 为什么人家来拿 起眼睛色的那些树枝 砍伐枝条 砍伐枝条不是砍树 如果砍树 我可能会在意 树是成仰 大家要用的 没有的树就不清凉了 会让我不清凉 但是砍伐枝条不会 就是要整理这些树 把枝条拿走 第一个没有价值 跟我爱没关系 第二个 不是我的 跟我见没关系 所以奴等义不忧期 你为什么不会感到不愉快 不会烦恼 那么 所以者以笔数目 非我非法所 其实就是这样 我我所 所以我见 我所见 我爱 我所爱 如是笔究 非奴所应者 当尽舍离 舍离已长夜安乐 何等非奴所应 那么 设非奴所应 当尽舍离 舍离已长夜安乐 如是受想形式 非奴所应 当树舍离 舍离法已长夜安乐 那这个是在说什么 那就好像那个树枝 不是你的一样 你的设受想形式 也不是你的 其实是这样 你以为 那个不是我的 可是这个是我的身体 这个是我的感受 这个是我的想法 这个是我的决定 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认识 我的了别 我知道 那么 就是我的心 是我 其实也不是 也不是 你以为 这个就是你 不是 那么你长期以来 认为是你的 其实 你说这个身体是你 那哪一天死掉了 哪还是你吗 没有 那你在哪里 没有 那你说你的感受 你的想法都从哪里来的 从你的六根对六层 那六层不断在变化 你的六根也老了 也变化 以后也没有 你的心不在这里 那个受想形在哪里 那受想形也没有 那那个是的了别 是因为你六根对六层 才产生了别的 这个是对透过眼根 透过眼根 那么了别 这个设法叫做眼事 透过耳根了别 这个神法叫耳事 一样 透过这个意根了别 这一些之前的 然后是怎么样的 过去的这一些 叫做法尘 叫做义事 那阿安静只讲到六四而已 那就这六四 那这六四都是眼根对静 所散生的 那根就是这个身体 它变化会老 有时候看不见 有时候听不见 老了味觉迟钝 感受不到 它不断在变化 那静界 眼睛所对的静界 也不断在变化 也是无常的 这个身体也是无常的 那这个是怎么会是常的呢 对不对 是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但是后来 后来讲八四就不是这样 这个走了之后 八四会一直延续 但是阿安静里面 只讲到六四而已 所以他就跟你讲 色受想形式 它就像这个数值一样 哭掉了会掉下来 那个有时候没有哭掉 会因为躲雨 就被人家聚下来 也是一样啊 那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感受 其实也是这样 你不要以为 七人间这个树木不是你的 身体就是你的 其实也不是 你看起来好像是你的 其实也不是 所以 所以他讲的是这个道理 其实就是要让你舍离 这个我见 因为你之所以把 奇缘经色 人家拿走 你会产生痛苦烦恼 是因为你怎么可以拿走我的东西 但是你不认为是你的 可是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 你就会觉得 这个身体是我的 就好像有很多人 那么比如说 有很多比如说 有些人讲到 比如说有些人讲台湾的坏话 我们就会很烦恼 很气愤 因为我是台湾人 类似像这样 那像中国也是这样 你讲中国怎样怎样 他开始 我很气愤 我是中国人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 我见你知道吗 它是一种我见 那么你会随着这样的直取 那么因为你的直取 那么会产生种种的痛苦 那你直取身心也是这样 我们有时候 最气的就是我们被冒犯 我们的权益 我们的权力 我们的利益 被影响 被剥夺 那么我们生气是为什么 我们贪爱是什么 就是都是因为 跟我有关 那么对我有利益的 我当然就贪爱 会损害我的利益 当然我就很气愤 所以就不断不断 这些境界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那么不断在中间产生贪嗔痴 其实就是这样 就前面讲 长夜这个心都为贪嗔痴所来 贪嗔痴从哪里来 从以我为主 那么向外扩散 那么为了巩固我 保护我 避免我受到损害 所以就有种种 战争也是这样来 战争也是这样来 那么斗争也是这样来 都是这样来的 每一个人都要保护他自己 每一个人都执走 他是最重要的 那么那种我贱跟我爱 那么就会产生 具伤害性的 那么谈诚词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告诉你 舍离以长夜安乐 色受响情是 非奴所应 所以他底下看 为什么 为什么色受响情是不是我呢 这个 你说树枝不是我 那是很容易明白的 不是我的啊 我干嘛要担心 可是你说这个色受响情不是我 那一般人不容易了解 老实讲 就是我哦 不然还是你哦 当然是我 不是 你看 他底下就跟你解释 他说 他之所以说不是你 他是站在哪一个角度上 无常的角度讲 所以我们说无常底下 佛法基本上 无常是一个很重要的观法 无常故苦 苦就会让你舍离 未患离嘛 无常故无我 无常无我就不会让你直取 不会起贪爱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你苦 你就会知其过患而能远离 那么你无常你知道无我 无我你就不会生起我爱而直取 而累积未来的后有 那所以无常观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他现在先跟你讲 无我 你说不是我的 一般人真的没办法理解 你说 不要说树枝不是你的 因为 齐远金色 这个是大家聚在那边的 你说这个家不是你的 一般人就不能理解了 一般人 这我的家怎么不是我的 你说再进一步 这个还是我所 那我的身体不是我的 他一般更不能理解 我的想法 就是我的想法 我的感受 所以他现在跟你讲 那到底什么叫做我 从色 从受 从想 从行 从事里面 一一去看 它是无常 苦 它是不断在变的 它没有那一种 从头到尾保持一贯的实在性 其实是没有的 那我是这样的意思吗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后面才来继续看 讲到无常这里 好 大家合掌回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接共成佛道 接共成佛道 了解 都会用 我等于是 我等于是 我等于是